第二题 在连接持导线前后 则AB两点之间的电压会如何 我们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假灯泡他会有一个电阻 所以我需要提供个电压让我们电流能够通过 如果我这个电阻呢比较大 那我所需要电压呢也就会比较大 当我们连接AB导线的时候他就变成个短路 那么整个电阻就只剩下这个导线之间 那很微小很微小的电阻 事实上如果是并联的话 他的总电阻会比了这个AB之间的这个导线的电阻还要更小 所以他现在变成一个好小好小的电阻 所以他当然就只需要个很小很小的电压 所以我们发现他的电压呢会变小 因此第二题问我们说 则AB两点之间的电压会如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C变小